来看一个校园内的纷争 在新北市科学科技大学的学生 他要到三楼上电脑课 老师叫他必须要先到五楼的戏班 去借教师的钥匙 否则这个老师没办法上课 但是他没有借 于是系主任罚他 叫他从一楼爬到五楼连续爬五次 有学生对于这个处罚非常不满 把过程放到了网路上 而校方说这是要教育学生 不要懒惰 因为被骂 被骂 没人去借钥匙 什么就因为没人借钥匙 老师无法上课 学生必拔爬楼梯 其他学生看到很傻眼 用手机拍下来 影片PO到网路上 当时学生就是要在三楼的电脑教室上课 不过上课之前得先到五楼的戏班 借钥匙 不过当时就是因为没有学生愿意 多跑两层楼到戏班这里来借钥匙 让系主任相当的生气 要求全班从一楼到五楼跑五遍 这点夸张啊 没办法啊 老师啊 也只能跑 对啊 那可是感觉呢 不是王太心理吧 再看一次影片 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 隐约看到几颗黑色的头 在楼梯之间跑跑跑 光使用看的就让人喘不过气 看到影片的学生直呼不可思议 已经是大学生了 都什么年代居然还要被体罚 小房产生确实有此事 因为系主任不满学生偷懒不爬楼梯 所以希望他们动一动 我刚才也问了 他说那个时间很短 只是要他们去走一走锻炼一下 也一方面也就是给他们一个警惕 爬楼梯不是不好 只是一次要爬五层楼 来回爬五次 实在耗体力 如果学生多点勤劳 师长少点怒气 争议或许会少许多 中年新闻志愿中 延平新北市采访报道